世界 所有一切法 佛家常讲 万般降不去 唯有一岁神 这个世界 包括这个身体 你都带不走 哪一样是你的 你要为这些东西操心 这些万事万无 应当放下 不再为这个事情操心 凡事虽 油很好 没有也很好 不放在心上 就是其余 四项上 有这些东西 完全是利益众生的 不是利益自己 比如 我们在此地建这个道场 不为自己 为大众 为佛法 常住在世界 所以这个道场 社防道场 正法道场 如果有私心 这个道场是我的 这是我的家 那你就没有谁家 你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家 你也没有去 这么一个念头 念佛求往生 去不了 没分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跟净土的语言很深 深深世世 都是念佛求生净土 都没成功 到最后呢 还是搞六大轮回 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家 跟运没有设计 这个道理要懂啊 这一生当中 还有这种念头 还不肯放下 那么来生 还要搞轮回 不能不在这里 多想想啊 轮回太苦了 这个大时代 是释迦摩尼佛的 警戒时代 就是这一个小节 有证 有减 我们是处在减减 以释迦摩尼佛 当年出世在世界 那个时候的人寿 一百岁 一百年减一岁 世尊去我们现在 三千年 现在人一般的寿命 七十岁 减了三十岁了 这个 岁数越少 人家灾难越多 越苦 所以往下是更苦啊 这人不能做了 还不赶快去往生吗 这叫聪明人 这个叫觉悟人 觉悟人是赶快求生 净土 这一生当中 务必要满这个大院了 不能再耽误了 过去 生生世世 通通都耽误了 这一生当中 都要求生世 再继续 比较 新疾病人